大丰收 有人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没头没脑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有人分析这句话的原来的句子中 高粱这个词前面的S 和秋天的这个词的S呢 读音相连 这样呢就会听到发音呢 就和器官摘取的发音是一致的 Organ Harvest 有人评论说 有器官移植经验的一个手术师 说呢这个用词是非常精准的 有人说 在一封致歉信中 巧妙安排了最犀利的攻击 这堪比中国文人的藏头师 有人说呢 应该像抵制NBA一样 抵制南方公园 有人回复说 中共不敢 所以一直在吃哑巴亏 民众在NBA的比赛现场 高喊香港自由 据说呢 NBA的赛场上 有很多的反共人士 在各个比赛现场遍地开花 在22号洛杉矶赛场 将发送上万个反共 支持香港的T恤山 有人说 我感觉21世纪美国的珍珠港事件 已经发生是服了 老美的个性是 你不惹我没有事 惹我绝对和你较真到底 中共这叫自作孽不可活呀 有人说 这不就是中共想要看到的吗 它和几个民主国家成为敌人 每天恨这些国家 结果得了好几种精神病 据说这是香港的幼儿园 小娃娃们正在列队举行 升中共血旗的仪式 有人说恐怕将来的香港 再也看不到站在天桥上 高喊香港人加油的小朋友了 也看不到带着胖嘟嘟的小弟弟 高喊光复香港的小女孩了 也看不到在妈妈背上哼唱 荣光归香港的小男孩了 有人说港人反送中还没有成功 土共就把共送进了香港的各行各业 有人说洗脑从娃娃抓起 心太黑了 有人说拍摄的手法很专业 但视频中小孩的表情却很呆滞 有人说生奇的仪式越专业就越呆滞 长大了呢脑子就越残缺 有人说将人的思维行为标准化 统一化的后果呢就是僵化人 有人说这不是要把香港变成臭港吗 有人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 必须取消这种邪恶的仪式 有人回复了一段深招军装的孩子们的视频 说他们自己的孩子转移到海外去 过着纸醉津迷的生活 却教百姓的孩子爱国保家卫国 让他们坐手余力 这有多无耻和恶毒才干得出来 就像莫言曾经说过的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 失衡遍野 遇世农家子弟 有人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是北韩的幼稚园吗 有人说愚民从幼儿园开始 脑袋里被灌满了浆糊 长大了就是中共的理想顺民和僵尸 党要他们干啥就干啥 要他们说啥就说啥 有人说让更多的香港人想想他们的后代 要不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吧 日前针对美国将限制中方的官员和家属赴美签证 耿爽说希望美国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有人在微博中说为了祖国我们NBA都不看了 你们家属不去美国会死吗 有人评论说中共费了九牛二股之力 维稳的爱国平衡被一个意外的一根红毛 NBA就给打碎了 腐朽僵尸顽固独裁的中共低估了人类民主文明大潮的力量 无论他们费尽洪荒之力都是徒劳的 有人说最牛的人不是香港的李嘉诚 而是台湾的郭台铭 最初的时候郭台铭骗中共说要参加中华民国大选 这样呢他就很顺利的把在大陆的股份都卖掉了 并且呢资金换出来撤出来了 等到了最后呢他又说不参加大选了 整个过程实际是在借选举之名 卷款从大陆全身而退而已 有人说这些商人都是很有手段的 有人说借选举之名撤了工厂 这招也能奏效 感觉都可以拍成电视